邀请民众追个礼拜六日来参与板条一条街活动 县福请来辅导店家 现场料理自家最具特色的板条美食 有客家炒板条 黑木耳米苔木 传统材烧板条 精致客家风味板条 以及韭菜创意汤板条 保留传统融入新创意 道道料理色香味俱全 让现场所有人忍不住香气四溢大快朵 好吃好吃 因为他可以上那个宴席的桌 就会引起我的好奇了 对 好好吃的 11月5号6号登场的板条一条街活动 安排2016南区客家料理比赛的冠军得主 牡丹湾Villa团队 现场制作冠军料理 让前150名道场的民众试吃品尝 开幕首日 还邀请外国朋友来参加板条料理PK赛 第二天也有南洋姐妹花的 和粉料理PK赛 活动将呈现屏东板条之最大辅导成果 屏东是一个多元的文化 我们其实有原住民文化 有河漏文化 有客家文化 有新移民文化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大家可以做文化上的交流 板条一条街活动 还有由屏东吃板条邮城展授 并以板条时光走廊 完整呈现传统板条的制作流程 让大家回味古早时光 民众可以现场看到传统的稻米打鼓鸡 体验食膜膜米浆的趣味 以及复古风情的古早味面谈 现场有提供上万份的餐点 让大家来试吃品尝 有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配料的方法 不同的有的煮的有的炒的 那这样的一些料理会介绍给大家 同时大家一起来学习 为期两天的板条一条街 十二间的屏东板条店家 将提供一千份的试吃品 总计一万两千份的板条 欢迎大家西家带卷 一起来品尝屏东板条之最 屏东板条好吃 屏东新闻菜的口味得为 采访报导